他談到離開香港之後 中共國安就找到他在青島的家 還不停地騷擾他的父母 中共還冒充了他的名義 開了一個假的臉書帳戶 說謊稱他被美國綁架 中共還以黑客攻擊 來企圖使他禁聲 他相信自己有生命受威脅 他恐怕自己將永遠無法回家 以後無法和家人和朋友見面 廉黎夢稱他是最早研究武漢病毒的科學家 因為香港大學與大陸很多病毒研究機構 有密切聯繫 譬如復旦大學、中共科技大學、南京大學、武漢大學等 還有中科院武漢病毒所 他所在的港大有著名病毒學家管逸袁國勇 他們與大陸有很多聯繫 因此香港算是最早獲得病毒樣品的地方 獲得雙博士學位的廉黎夢 他既有臨床醫生博士學位 也有傳染病和免疫學博士學位 他說中共隱瞞病毒能夠人傳人的真相 證據一方面是從他在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 那裡得到的消息 同時後來他自己參與的科研項目也證實這一點 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網站上 有一份題為港大醫學院利用金瘡鼠動物實現 無形研究新型冠狀病毒SARS-CoV-2的傳播模式 並發現或可以解釋病者暫時喪失臭角的機制的新聞稿 稱這項研究結果已經在2020年5月14日 在《學術》期刊《自然》發表 廉黎夢是這項研究的貢獻者之一 在《自然》雜事上也能看到這篇英文文章 廉黎夢排在第二位的作者上 論文標題叫《金黃地鼠中SARS-CoV-2的發病機制及傳播研究》 作者是沈芬霞、嚴麗蒙、錢偉恆、馮凱文、蔡嘉添、黃永樂、 Pathenprong、Kate Priddy、Ranavaka、A.M.Perara、Leo L. M. Poon、John M. Nichols、 Malek Pires和Huilin Yan 發表在2020年5月14日的《Nature 自然》上 文章稱 接種和自然感染SARS-CoV-2的倉鼠 表現出明顯的體重減輕 並且所有動物都通過檢測中的抗體而康復 金色敘利亞倉鼠中的SARS-CoV-2 感染和輕度感染人類的特徵相似 也就是人在感染的第一週 輕症患者體內就會產生抗體 從而是人體康復 在採訪中他強調 這些全球健康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他提醒人們 不要想到群體免疫 因為你不了解這個病毒 你不能夠根據過去經驗 來判斷這個病毒的特性 我們在這一刻也不能期盼有疫苗 或者其他神奇解決方案 我們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了解病毒是從哪裡來 進行正確研究 用正確方式保護我們自己和親朋好友 我還想到你 有些人可以進行 我會做的 有些人有種 我會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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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性會有 禁令 我會做的 有些人都會做的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